字幕提供 快來個不歐篇好不好 這遊戲懷疑一個新的故事 這個故事其實很多遊戲是沒有收錄的 始終應該都是電視台硬加插進去 大家看看他說什麼 誒 介紹這麼短 不要緊 玩第一關看看有什麼要說 老實說我小時候看過一次 我沒有回看 漫畫真的有回看 真的拿起漫畫看了兩三次 現在說回黃金勝鬥士被神鬥士攻擊的故事 即是神鬥士來宣戰 也是老走了阿典娜 明明阿典娜剛剛才被阿星似救 就立刻被老走 你說多差 這個氣坦想取代阿典娜 我覺得不行 我覺得她的髮型很差 沒有阿典娜這麼清純 其實最麻煩是手上的戒指 這個近鏡 我還是覺得阿典娜美女很多 現在阿典娜用她的小宇宙 防止這個冰塵溶化 現在好像說一些環保故事 這個世界多幾個阿典娜 不怕... 地球暖化 神鬥士 我覺得她們很有魅力 雖然是電視台的作品 但也有很多商品 很多玩具 究竟阿典娜頂不頂得住呢 幾大起身 剛剛才在胸口插了支箭 都不知道傷口麻了沒有 有沒有拉都不知道 一來就打這個人 阿托爾 他是超高大的 他就譯了托爾 但我忘記了TVB 他怎麼譯了 真的忘記了 不好意思 那我再說回托爾 剛剛 哇!新生聖伊 我得念很多 尤其是星馳 這樣才叫聖伊 巨網 哇!大蛇 大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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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蛇斧頭 其實這個人的造型 我想有少少是抄回阿典娜 他是比較高一點的 其實那個情況 就用一個很巨大的敵人 擋路 這樣的想法 阿典娜也是第一個黃金性鬥士 擋著星馳 這個托爾也是 哎呀!真可憐 星馳逼了阿信和冰河 有少少星馳賣友的感覺 我猜測 我猜測 他這麼高 應該比姚明高 我先翻查資料 好大隻 我猜測 我猜測 我們他們的炎 一向 這一些是 這個天子 不是 耳後 因為 今 他 但是 這次 這個 巨大的 魔王 危機 最好的 剩餘體力50%就做了一個挑戰嗎 不要看小我,這個挑戰這麼簡單 聖刺對耀鳴,紅子高的耀鳴很多 走 我說過這個PS4最新的聖刺 AI厲害了很多,難玩了 要打醒12分精神 爭取時間,儲起來,走 神經病,他的大刀 我的高度是打他的膝蓋,打不到他 很危險,儲半個小袖,打膝蓋 很搞笑,不明打他的膝蓋,好像肚子痛 有時候 喂,什麼事,什麼事 他擋了,幸好 28攻擊 終於要,YES 絕招又是跟PS3版一樣 絕招沒有畫過新的 改不改,有一點失望 搞定,拜拜 對 小宇宙覺醒 托兒 喂,大哥,你打贏你,養一養老 很冷 我穿短袖衣服 你不給我,要不要這麼兇 你不給 很不公平,他的穿長有衣 子龍來了 哦 就這個戒指 就這盒 就是這隻戒指 不知道是不是代表凸吐瓷或吐瓷有些老禮呢 這個應該面毛都好多 生得上拳骨 誒!又要打到我 嘩!這個人真的很高 大佬 他會不會有些問題 通常太高的人是肢端肥大症的人 腦下垂體有問題 不過其實可能是我葡萄 專心打 很難 AI很厲害 又不算熟習 天貌清拳 避過了 走開 對不起 對不起,走,走,對不起 我不認識你的 喂,走啊,走啊,不要打我 中 碰到爆 吹了火,吹了火 不要理他,不要理他 哎呀 這次被他用主招打回頭 有多少血量,好帥 他的拳頭像火車一樣 撞過來 到我爆 不要減 好帥 大佬,我爆第七減 你完全不給面子 你完全不給面子 搞定 險勝 啊,剛才下S,這次差那麼遠 不是下D那麼醜 下C 哈哈 搞定,別管了 做了一個挑戰 今代難玩很多 比PS3 起出望外 因為PS3簡直是弱智 所以我強烈建議大家如果是升遷迷 都值得買來玩一下 因為收錄了全部的TV版故事 喂,不是要打第三次吧 他沒有的啦 神奇 給點信心 對啦,斷了氣 這個故事簡直是抄回阿洛迪巴 因為阿洛迪巴打命鬥士的時候 都是臨死,都是站在那裡 根本是一樣的兩個角色 設定 阿信和冰河終於睡醒了 明明剛才才打得這麼辛苦 現在才出現 應該已經結束了 第一關的 不勾片 究竟女神阿天娜他們會不會被人取代呢 留在下集再玩 謝謝,拜拜